1624年荷蘭人來到大園 建造熱蘭遮堡 各國殖民都帶來不同的影響和文化 呼應台南四百 台南美術館安排30組藝術家 透過藝術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歷史 關鍵只是在於殖民 被殖民 後殖民的事情上面 那殖民帶來的事情 不僅是只有負面的 它還有很多一些正面的交流 台灣在數百年的過程裡面 一直都是某一些帝國 或者是某一些很強勢國家的他者 所以我們希望用他們這個來代稱說 台灣在這數百年裡面 其實有過很多的角色變化 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起點 殘民的沃克取其諧音 海外代表當時對荷蘭人的形容 炮火講的是戰爭 一張張的古地圖 有的空白 有的加上船隻及農作物 不僅是慾望的展現 更代表殖民下的台灣 因為貿易而躍上世界舞台 跟世界的這些交流 或者世界進入到台灣之後 產生的一些變化 從藝術的視角去看待 這一個歷史事件 那也看待我們這四百年過來之後 有這些文化的激盪 這次是南美館最大規模的展覽 在一館呈現台灣的歷史脈絡 二館則是關注殖民和當代的戰爭 期盼觀眾藉由多遠的作品 跳脫框架 回望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即將說懷談的報導 至於uda 唱 youth 歌聲 個人 有一段 stro 發 κι 歌聲 Mex